人生总不会一帆风顺 一群历经了人生起伏的兄弟们 带着七嘴八舌的愿望 走进了来福茶社 哥几个儿 来福茶社找到了 我们这里是茶社 不是许愿池 我也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 这么多愿望 要不要先办张卡呀 她还是个孩子 闹着玩的 怎么是你们呢 来得早啊 不如来得巧 试试刚煮好的湖顶白茶 这茶好苦 明明是甜的呀 先苦后甜 二姐这一杯茶 就轻轻松松 总结了我们十几年的人生 你们今年不是挺顺的吗 工作满档 呼气满满 来来福茶社有什么事吗 我 我们今年确实是有点小红 二姐 他们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闭嘴吧阿红 其实我们哥几个人来的目的啊 就是想知道 怎么样让更多人 关注到我们的音乐 只要你们努力让大家 关注到你们的音乐 大家就会努力 关注到你们的音乐 听起来也没错 而且还走近了我心里 你们今年这么忙 音乐事业有被综艺打断吗 姐 综艺不打断的时候 我也没什么音乐试 不过今年倒是发了很多歌啊 嗯 我今年的OST啊 也是稳步输出 专辑也做着的 那我还就差一首就完成我今年十八首的KPI了呢 哇 啊 我觉得这个哥吧 就跟爱情一样啊 数量不重要 质量很重要 一个人就好 一个人可能忘婚 可能不结婚 那你们明年的路 打算怎么走呢 明年呢 我打算自己投资拍摄一部电影 而且 必须全部都是Hollywood的制作班底 哦 而且啊我还会邀请一位 国内顶级实力派男演员 哦 也就是我自己 嗨 我自己的好兄弟苏景珠 嗨 嗨 我认为我的演技是天花晚级 开心 哈哈 难过 开心又难过 哈哈 就照我这个路子 我的想法就是 明年必须通过演王月新制作的戏 顺利拿到金鸡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好 要是这么说的话 明年我想做一档 有我自己特色的音乐综艺 就叫舌尖上的歌手 边打饭边打歌 身体精神双重满足 那是论咋饭 在那个传里就没有人能打过你 我这个人比较务实 不像他们整那些乱七八糟的 脚踏实地 也是我们胡建仁的精神 嗯你看看 是不是 我今年岁月活结的比较多 我明年争取给大家整个大活 谢谢张总 谢谢张总 我弄个大项目演唱会 免费 这张总那个门面前还想收 对啊 这是成本嘛 又不赚钱对吧 咱们别太飞啊 说一千到一万 不能忘了我们的初心 就是音乐 所以我们要继续写歌 继续发歌 继续唱歌 继续给大家带了更多更好听的歌 哎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一首比南歌曲 特别能代表你们 两生的风景 哦 哦 人生的风景 青壮歌海的风景 有时兵 有时兵 亲爱朋友你都小心 人生的风景